以故佛教高僧宣化上人 曾在28年前预言新肺炎病毒 这种病毒一出来 比爱死病还厉害 这种病 你两人互相一握手 也会传染到 对面讲一句话 也会传染到 不但一般人没有办法来救治这种的病 就是医生护士在去年一年之中 全美国来说 死于这种新品种的肺炎病 将近有两万人 没有法子避免 戴口罩也不行 甚至于身体一处倒 也会传染这种病 不但身体传染 连空气里头都会传染 这一种的病 比人子大还厉害 所以 这就是一个瘟疫节 瘟疫节来了 现在不但男人有这个病 女人也多数被传染到这个病 不但女人有这个病 生下的小孩子也有这种肺炎病 也有爱死病 你看 多可怕呀 全世界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有这种病痕了 所以这种病一旦爆发的时候 就像洪水横流似的 没有人可以挡得住 这世界就出现种种坏现象 天灾或者人祸 还有恩义流行 天灾如蝗虫 干旱 人祸足无缘无故 就飞机失事 火车出轨 汽车撞车 就发生很多人间的恨祸 又有地震 地震到处也都是令人很恐怕的 那么 世界的人类就要死去一半 剩下的 就是一些修道的 真正修行的人 我的解读师 应该是说心念 心态好 善良的人吧 可是人只知道这个灾难来了 心生恐怖 就不知道追寻这个根 是在什么地方来的 天灾 不是天有灾 天并没有灾 是我们人类受的解 人祸是我们自己自作自受 地震也就是因为人类好战争 脾气打 杀人无数 那么地震 你愿意死吗 愿意杀人吗 好 大家同归于尽 所以就有地震 这是种种恶现象 我们人啊 都不来研究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你们 这些的天灾人祸祸地震 种种的意外 飞机失事 火车出轨 轮船沉海 汽车撞车 种种的问题 都是在人心造成的 人心不古 道德沦亡 所以就有这些怪现象